人呢 那边 我李懿 有个女儿 我有个弟弟 我们结婚呢 你要全款 没两套房子 我妈妈说了 我们家庭条件不错 结婚后 你只需要负责养好我女儿就好 另外一套 要给我弟弟当婚房 至于他 得送走 因为我们家 不养别人家的孩子 我爸妈呀 年纪大了 五十万才 当他们的养老费 你这个 脱油瓶的儿子 得送走 我不给别人当后妈 听明白了吗 你妈说 你妈没说 你心天性大胆发育不良 我想公平对待两个孩子 你想把我女儿送走 你脑子有问题的话 那就去干病 我的儿子 必须留在我身边 月薪一万的雄屌丝 你敢骂我 你自己不知道简点 黑脸骂人 你 不是我碰到我 我知道 你是在相亲的 嗯 我着急结婚 我奶奶身体不太好 我的情况 你刚才听到了 我也着急结婚了 医生说我的孩子有罪病症 需要在一个健全的环境的下室医党 我奶奶想让我给她找个妈妈 你说你可以公平地对待这两个孩子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那我们结婚吧 可以 今天下午三点 明镇局门共建 好 子瑞 走吧 妈妈 你相亲成功了吗 成功了 妈妈 你相亲成功了 让我 就有爸爸了 只不过不适合奶奶介绍的高管 适合普通工心族 这样也挺好的 至少她看起来 会是个好爸爸 妈 宝儿 以后呢 你就有爸爸了 嗯 就 领证了 这是我的银行卡 密码在背面 银行卡 给我的 婚后 工资卡不应该上交吗 哦 不用这么着急的 走吧 我开车帮你搬家 搬家 去哪儿啊 我们结婚了 不应该住在一起 今天 是我们的 新婚医院 霍总 您怎么让我开这种车过来 我还从来没开过棉包车呢 这个呀 我还是跟公司财务部的老张记的 你别管 在她面前 别喊我霍总 她找我真实的 你别把话 说漏了 我先 你这开车过来的哈 其实我东西也不多 我们就跟上车吧 开车太费油了 呃 嗨 这车不费油 嗯 呃 嫂子 心理箱给我 哦 麻烦你 没事没事 啊 啊 呦 这不是顾田吗 这就是那个 让你未婚心愈的野男人呢 黄狗不挡道 嘴巴这么臭 你以为你还是五年前陆家真青金啊 你现在 可是私生活不检点 可以赶上陆家的群鬼 现在我才是有钱人 看到没 这是我男朋友的车 啊 可是霍氏集团的高管 年薪百万 哦 你这么有钱 哎对了 我记得你上大学的时候 欠五百块才没还了 今天真好 让你男朋友还我钱吧 五百块钱你也好稀要 五百块那干什么 五百块钱你都不还 你还自称是有钱人 我看 你是个无赖才对吧 顾田 你个穷鬼 开个破灭包车 你嘚瑟个什么价 啊 灭包车怎么了 让你死了 不是灭包车来你去黄大厂 我看你 哎 挺呀 他这个人吧 从小就狗眼看人低的 面包车怎么了 面包车能拉好的东西 嗯 你说的对 时间不早了 我们不要理会这种风骨乱架 咱们走吧 让去 让 哎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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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张眼睛啊 青角色啊 撞坏了我的帮马车 赶紧赔鞋 等电话报警 对 我们车还没动呢 你们先转弄我们 他现在就是个穷鬼 哪有钱配搭 没钱 那得出去卖啊 反正你五年前已经被人睡烂了 以你这种姿色啊 出去卖的话 应该也能卖几个价钱 正好 卖完把钱还我 你敢动他一下试试 你个穷鬼还敢保他 开个破面包车 你还真想玩英雄救美啊 我已经报警了 车让我行事记录你 你们给我等他 这事没完 有本事等警察来再处理啊 去查让他 明天 他不用去核实上班 是 顾田大学的时候就压我一头 我现在一定不会放的 顾田那见人走了 你要怎么让他报过 我们可能对付不了 但陆家那个成功上尉的假千金 可巴不得让他消失 若是让他知道 顾田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喂 明珠 我刚见着顾田了 他说 他要回来跟你争夺入在薰金的位置 这是你家啊 这可是海城中心 租金一定不便宜吧 啊 这公司提供的帮子 现在还有这么良心的企业 确实 确实不多见了 郭子瑞 过来 抱歉啊 换孩子换坏了 你孩子是四岁是吧 我家宝儿也是四岁 他跟我宝儿长得有点相似 年龄也相仿 哎 爸爸他是谁 他是我的妻子 以后就是你的妈妈 妈妈 这小子平时一天都说不上一句话 既然第一次见顾田就好了 嗯 小朋友你好 我叫顾 妈妈 宝儿你来了 我 我 哇 这俩孩子长得也太像了 确实很像 你还站在这干什么 你可以先走了 啊 那我就先走了 拜拜 你是我爸爸吗 宝儿你好 我今天和你妈妈结婚 以后我就是你爸爸了 爸爸我终于有爸爸了 爸爸这几年你在外星打怪兽吗 妈妈说你是个大英雄 所以没有回来陪宝儿 我和哥哥呢一直在外面打怪兽 以后我和哥哥就陪你和妈妈一起生活 可以吗 那我不仅有爸爸还有哥哥了呢 嗯 哥哥以后我们一起生活 我把我的王具都给你玩好不好 一开始我还担心宝儿不适应呢 宝儿不 宝儿很招人喜欢 泽瑞这本心很强 他第一次愿意跟他玩的话 说明他很喜欢玩 妈妈嘟嘟饿饿 哦 这时间也不早了 我去准备晚饭吧 你跟泽瑞平时喜欢吃什么呀 我什么都吃 不过我跟泽瑞对胡萝卜过敏 你们也对胡萝卜过敏 宝儿也吃不了胡萝卜 菜好了 我们就开始吃饭吧 瑞瑞 你尝尝这块肉肉吧 哦 泽瑞不吃 我吃 你想说什么 没 没什么 这孩子 这孩子 自从会用筷子 就不吃别人给他夹的菜 看来 他真的很喜欢胡萝卜 哥哥 妈妈夹的菜是不是很好吃 我也很喜欢妈妈夹的菜 我也想吃爸爸夹的菜 以前别人有爸爸 我没有 来 宝儿 给 我也有爸爸给我夹菜了 宝儿 快吃 嗯 妈妈我吃饱了 嗯 德瑞带妹妹回屋里面玩 嗯 我来 哎 你做饭我洗碗 你先去休息吧 好 你喜欢吗 嗯 哎 你没事吗 我没事 这个 呃 这边交给我吧 你去陪一个孩子洗澡吧 去吧 没关系 嗯 谢谢 你没事吧 你还不睡 咱俩这样 是不是进度有点快啊 要不要 再 认识认识 好啊 我交付宁燕 今年28岁 身高1米83 体力的 哎 打住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的意思是 昨晚今天晚上 嗯 得睡一块吗 我们是夫妻啊 嗯 两个孩子一人一间房 已经没有其他房间 嗯 我可以跟宝儿一起睡的 逗你玩呢 你睡在这 我睡书房去 好 晚安 嗯 这是霍婷燕之前的爱人 小泽瑞的妈妈 她把照片放在床头 肯定很爱她吧 嗯 有话要对我说 啊 对 霍婷燕 我知道你是为了孩子 选择重组家庭的 但是既然我们选择在一起了 我会尽最大努力 对你跟小泽好的 如果说 有一天 你想跟我离婚了 你一定提前跟我说啊 我一定不会纠缠你的 不会 我是一个对婚姻负责任的人 我既然觉得你 我就会履行 在婚姻里面 我一切都要负责责任 我是不会在外面那里的 嗯 我也是这么想的 不管我们出于什么原因在一起 嗯 但是在婚姻期间嘛 总要对婚姻负责 我会的 太晚了 你早点休息 你和宝儿今天刚搬过来 有很多东西都还没有值班 明天去把该天的东西都买了 啊你 注意照亮 我先睡了 照亮 嗯 嗯 这么贵 香了金边嘛 这个好 二十九块八 量大 实惠 这个能用 过日子吗 该花花 该省省 嗯 好 给你 顾田 真的是你 爸妈不是让你滚出海城 你怎么还在 顾田 五年前 你在酒店跟男人私混丢进了陆下的脸 你还有脸流在海城啊 要是让爸妈知道了 你可知道后果 陆明珠 你怎么还和以前一样 喜欢到处乱废人拔 我劝你现在立刻马上给我滚出海城 顾田 我可让你知道 什么叫做过街老鼠 身败名裂 顾米珠 我呢 已经不是五年前那个任人伞鸽的女孩了 你要是再敢招惹我 让你好看 走吧 婷 喂 星辰 前两天张婷婷说的是真的 我在超市看到顾田了 我害怕 他会不会把我的父母和我的身份再抢走啊 星辰 你一定要查清楚 顾田现在在干什么 哦对了 今天他身边还有个男的 身边再查查那个男人是谁 绝对不能再让他留在海城 星辰哥哥 你确定顾田在这里上班 五年前那事一出 他就被赶出陆家了 紧接着 就被医院辞退 现在啊 也就只有这种小医院 敢让他来上班 星辰哥哥 我就是担心 他留在海城 爸妈会欣然接他回家 到时候他又要像以前一样 夺走养我的父母 还有我的财产 你放心 我不会让他有机会再留在海城的 明天不就是伯父的寿宴吗 邀请他 我们用五年前的计算 早就等出海城 你现在就在这种地方上班啊 我说这一大早 怎么有乌鸦在叫 顾田 你还是和当年一样没教养 谭怪 爸妈您愿留下我 也不愿意要你这个亲生女儿 我呸 你一大早过来找事 你有病啊 顾田 明珠和你好好说话呢 你别给脸不要脸 你俩有病就去看病 我这里是卖药的 不管治病懂吗 出门又转 沈凌云 关脑科 不信 你未婚先孕 在酒店和野男人做出那种事 丢尽了陆家的脸 你是怎么还有脸继续留在海城的 你都有脸活着 我怎么没有脸留在海城了 顾田 你不离开海城 是不是还想着嫁给我 我告诉你 我的联谊对象 只有明珠一个人 即使你是陆家的亲生女儿 你也是个土包子 你不愧和我亲了 你是不是有被迫还妄想证 你姑奶奶我结婚了 我的男人比你高 比你帅 比你优秀一万倍 就你这样的人也有人娶 那男人知道你未婚先孕 破鞋一双吗 田田人美心善 当然有人娶 像你们这种 大早上跑来乱吼的人 倒是配得很啊 亭燕 你怎么来了 那男人我给你送饭 你就是顾前的穷鬼丈夫 连她那种未婚先生子的人 你都感觉 家里条件得差成什么样 清晨哥哥 你不要这样说田田姐姐 田田姐姐 当年应该也是被男人骗了 所以啊 才生下双胞胎 排了别人的孩子 陆明珠 你给我闭嘴 当年 上天应该也是想要 惩罚那个骗田田的坏男人 所以啊 田田姐姐生下的双胞胎 男胎刚落地就死了 现在应该 只剩下一个女儿了 你们要是结婚的话 一定要好好照顾田田 和她的孩子啊 不是 我孩子 一男一女 小女孩是健康的 但是小男孩 飞下来都没气了 已经不是往太平坚了 这种破血都有人要 田田是我妻子 反而是我的孩子 这把公放干净一点 脏的是你这种人 你敢推我 打你怕脏了我的手 先生哥哥 不要看这种没有教养的男人 一般见识 顾田 爸妈知道你在 让我来邀请你参加爸爸的六十大寿 你可记得要来 我是不会去陆家参加宴会 你要是不来的话 后果自负 就给你这个穷鬼男人 得罪了陆家 你们好自为之 陆家 抱歉啊 我不是故意要瞒着你的 陆家对我来说 是不太好的回忆 我不是很想说 没事 等你什么时候想说了 再说 明天的话 我可能要出去一趟 好 先吃饭 嗯 帮我去查一下 顾田和陆家是什么关系 还有 明天陆家家主陆建国的寿衣 你跟陈总监说一声 我要和他一起去 站住 什么人啊就想随随便便进我们陆家的门 王仪 这才几年不见啊 年纪轻轻就眼瞎了 好可思 你 可是呢 是陆明珠特意邀请过来的 不让我进啊 啊 那我就走 哎 你别走 让你进 现在又让我进了 我不进了 除非 你跟我道个歉 行行行 我给你道歉 对不起 赶紧进去吧 少在这儿丢着歉 你 这么亲自道歉 谁说反常 这有用啊 他上钩了 这次可不怪我们 当初他是乖乖离开海城 我们也不会带他再次下场 他不离开海城 我说不好 公主 我给他准备了两个起拜 你放心 我这一次 我让他身败迷恋 你和你俩回来 二十五年前不够丢人是吧 啊 建国 这都多少年过去了 是陆明珠让我回来的 啊 爸 毕竟甜甜是你们的亲生女儿 我也是为了让你开心 郭甜 我也是为了让你开心 我也是为了让你开心 你要有明珠一半 懂事善良 也不至于 我没陆家终不下你 从小就把我丢起 一天没养够 把小说叫 你 啊 哎呀 建国 甜甜回来 肯定也是知道错了 你就别再生气了 啊 甜甜 就跟你爬上个村 啊 好吧 既然回来了 那就去帮忙 今天霍总亲自上门来 记住 不要给陆家人丢脸 爸 我去到卫生间 姐 爸爸说 让你去那边的酒窖 给他拿冰淇淋酒过去 你怎么不去啊 你觉得我怕黑 那 一起 就拿个酒 你自己去就行了 拿什么酒 你比我熟吗 怎么怎么一起 走了 嗯 哎 呀 哎 你好 嗯 你好啊 你好 陆伯父 你快去婚约看看吧 顾田又在酒窖和男人鬼混 一会霍家的人可就来了 可别丢了霍家的脸 先生 不要丢手 我介绍一下 这位是霍总 嗯 哦 我是霍总的助理 咱是个助理 霍总您走 您第一次来陆家就遇到这种情况实在抱歉 不过您放心 我们马上处理好 嗯 叔叔 你快去后院看看吧 顾田他这些脸都不要了 居然和两个男人在酒窖鬼混 简直丢人心 习霍 你闭嘴 既然贺公子说你家出事了 我劝你开始赶紧去看看吧 这 哼 我说霍大总裁 你这么隐瞒身份合适吗 陈总监 你把总裁扮演好 其他的不用管 过去看看 哦 伯父你看 这个顾田 简直连脸都不要了 当众做出这么恶心和不值脸扯事 哎 这不是在打我们陆家的脸吗 顾田 你个逆女人 我陆家里的脸被你丢进了 帮你装开 问什么 问什么 妈 妈 她们有人陷害我 顾田 顾田要害我 干嘛 别过来 别过来 啊 先生 我们要做对不起的事情 是顾田把我推进来的 这陆家大小姐陆明珠 也不是什么名言淑女啊 本来以为是什么金枝玉叶 但是没想到如此的肮脏乌烈啊 什么情况 这么热 顾田 嗯 五年前你和别的男人家就回事 还怀了对方的野种 丢进了陆家去 现在竟然用这种方式来害明珠 谁也太恶了 你哪个眼睛看见是我害了他啊 五年前 酒店 顾田 这帮个头的事情你都做出来了 你问你这样做 我陆家可以认识你了是吧 陆总 这陆家我可不输 而且我也没有这么多能力 找这么多人来陷害他吧 陆总 陆明珠小姐 在你的寿宴上 做出这样子的事情 你却冤枉自己的亲生女儿陷害他 真是让人大开眼界啊 你一个小助理 有什么资格乱手啊 陆家的家教还真是令人大开眼界啊 养女乱来不去管人物 竟然还在这冤枉自己的亲生女儿 郭总 这是误会呀 误会的误会 是不是误会我有眼看 陆家这种家风 我们或是可不敢和你合作呀 所以我劝陆总啊 还是先好好管教我自己的女儿 我们走 原来你是霍总的助理啊 事情办完了 我们回家吧 走吧 回家 星辰 霍总 霍总是不是生气了 我是不是把爸爸的合作搞砸了 现在外面所有人都在对我支持一点点 怎么办 都怪顾铁这个贱人害你 明明应该是他身败名言 星辰 你一定要帮我 你一定要把顾铁赶出海城 在陆家 贺星辰说你五年前在 抱歉 方便我吗 没什么不方便的 五年前我在酒店 被下药 是露明珠算计我的 我至今都不知道那个男人是谁 五年前 被人算计 在哪个酒店 蓝亭酒店 这么假 五年前 我也是在蓝亭酒店被算计 田雅 那边有家甜品店 我过去买点甜品给孩子吃 好 你等我一会儿 去查查 五年前在酒店跑掉的那个女人 是不是顾铁 霍总 您怀疑是太太 你五年前是被人下药算计 才会失控 如果真的是太太 她应该不会怪你吗 现在还不能确定 你先去她 霍天雅 这家甜品店可好吃了 我特别喜欢 我觉得啊 泽尔肯定也会喜欢你 霍天雅 如果让你找到五年前的那个男人 你会怎么做 腌了 如果 如果对方便不知情呢 其实说实话 我也没想过去找她 因为五年前那个时候 我也神志不清 错也全部在她 本来就是没什么交际的人嘛 直到没见过面好了 我跟宝儿 挺好的 你和宝儿 独自生活 很辛苦 紫月 哪里邋遢脏死了 哥哥 你怎么突然生气了 紫月 我给你买了小蛋糕 你要不要尝尝看 嗯 我不吃垃圾水平 不健康 霍泽瑞 你这个儿子 就跟那个霸道总裁小时候那样啊 他 从小没有妈妈 缺乏母爱 抱歉啊 如果你不喜欢的话 我 不会 这个孩子很可爱的 谢谢 霍泽瑞啊 这个蛋糕很好吃的 你确定你不吃啊 你要不吃的话 那我就给妹妹了 哼 宝儿 这个蛋糕特别香特别甜 你既然哥哥不吃 你自己吃了吧 哥哥 哥哥 你要不要尝可好吃了 吃碗蛋糕 记得要刷牙 知道了 哥哥 哎 五年前那晚偷跑的女人 有没有可能真的是古田 那宝儿是我的女儿 胡婷言 我能 问你个问题吗 嗯 我是因为我奶奶生病了 我怕她担心 我才会相亲的 你呢 因为泽瑞性格孤僻 有自闭性价 医生说 建议她需要有个完整的家庭 你放心啊 泽瑞和宝儿在一起呢 一定会开朗很多的 谢谢你和宝儿 愿意融入我们的家庭 我们都结婚了 你现在说这个 是不是有点太生分了呀 霍总啊 五年前的事情 因为证据不足 已经很难查上了 但我查了下夫人 您看 夫人在四年前 在这家私人医院生产 大出血 九死一生 而且 当时夫人怀的是双胎 但出生的时候 那个男孩就已经死亡了 只有宝儿小姐活了下来 她之前 到底吃了多少苦 听说 夫人早产大出血 差点一尸三命 这和陆家有关系 陆家 如果您怀疑 五年前那个女人 是夫人的话 建议您和夫人还是聊一聊 带宝儿小姐去做一个亲自鉴定 这件事情 先不要告诉田田 免得把她吓她 田田 霍总 叫得还挺亲的 霍总 陆家大小姐陆明珠来拜访 说是为了昨天陆家寿宴发生的事情 专门来给您赔礼道歉的 您昨晚 让陈总监假办您的事情 会不会专庞 去把陈庞叫来 我听王妍说 霍总 霍总 我今天来是来给您赔礼道歉的 跟我赔礼道什么钱 霍总 昨天晚上是顾田 他故意陷害我 就因为五年前 他名声净毁被赶出陆家 所以他要用相同的方式来对待我 小霍 给我倒杯水去 霍总 看 这是昨晚的监控 陆小姐今天过来 是来故意澄清自己的 这好像跟我没什么关系吧 霍总 您有所不知 您的那位助理 她是顾田的丈夫 都说物以类聚人语群分 顾田这么恶毒的女人 她的丈夫 能是什么好人啊 这件事情已经曝光到网上去了 我今天来也是好心提醒 千万不能被这种人愚论波及啊 我听说霍总 年少有为 其实我一直都很喜欢和爱慕您 据我所知你的未婚夫好像是贺家小少爷和星辰吧 霍总 和贺家有婚约的呀 是顾田 霍总 你看 像这样笨手笨子还人体差的人 你就不要再留在公司了 既然霍总相信陆小姐说的话 那我就先行辞职了 毛手毛脚的 回去 好管见你老婆 霍总 霍总 不知道您有没有时间一起吃个饭啊 啊 最近太忙了 没时间 那好吧 那我们下次再约 嗯 顾田 我们还真是冤家路窄 昨晚 怎么哪都有你啊 昨天晚上我怎么了 你在嚣张什么啊顾田 我刚从霍总办公室出来 你还不知道吧 霍总看了昨晚的监控 他已经知道 是你故意把我推进酒窖 是你陷害我了 而且啊 我还把视频发到了网上 现在全海城的人都知道 嗯 是一个用卑劣手段陷害我的恶毒女 陆明珠 你恶意剪辑视频诬陷我 那又怎样 谁会相信你呢 哦对了 你那个穷鬼丈夫 现在应该已经被开除了吧 这可都是伴你所赐 陆明珠 你欺人太甚 我欺人太甚 我当初让你滚出海城 你走就是 你为什么非要跟我对视开 我告诉你 这还只是个开始 你 给我等着 您好 嗯 我找一下霍总的助理 您有什么事吗 哦 我过来给他送过午饭 你方便把它叫下来吗 特助肯定是很忙的 午饭可以先放在我这儿 一会儿我会给送上去 哦不用了 那我等等他吧 陆明珠这是想彻底毁了我 逼我离开 没想到会牵连霍亭燕 这一次他已经伤害到我的家人了 绝对不能坐以待毙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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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